變速局還有他的滑球 每一個球種獨立出來都有絕對的威力喔 喔 踢棒耶 就打到了蠻深遠的落地 這是安達間 柳康要看陳陳薇的快腿 會不會想要拚三壘 他真的沒有要煞車的準備 現在滑溯的Safe 哇 在硬局下半 你老不吹破 可能下去要跟他提醒就是說 因為王威城上壘之後 他有點投鼠氣氣喔 一直在踢防倒壘 哇 這個球打得不錯 安達了 哇 今天左打的陳陳薇 變成是打米蘭達最擅長的人耶 好 掉到 但這時候真的下戰術 這應該是Safe喔 哇 這個陳陳薇 腳真的是非常快啊 一換 這一幫打出去 投手自己接 看了一下決定還是保險一點 啊 到板了啊 我們想的太多了 但是是Drop 爆顧 投手犯規啊 啊 是投手犯規 那現在來個投手犯規啊 是投手犯規 哇 那現在要朝啦 但是主審是有給投手犯規 所以現在換忠信兄弟這邊要出來抗議了 哇 這個一瞬間是有點混亂喔 對 當下這玩 那現在這個裁判是要做開會來討論啊 好棒 所以兩邊對這個都有意見喔 這樣子啟動的話 喔 他沒有跨 他就直接 這樣墊步頭 喔 哇 他變成這樣子小墊步的頭球啊 但我不知道這樣算不算是第二棟 因為第一棟都在驚訝中 哇 竟然到板了 對 因為啊 那個米蘭達 他三連有人 他背向這個三連的跑列 他這個又 他的自由腳又往後退 這個是我們在講的所謂的這種 呃 不是固定是要走到揮背式啊 揮背式是不能退腳的 如果他後面那隻腳不要 不要退開 這個自由腳先退了喔 那他這個你自由腳退了之後 你的投球方式是所謂的這個揮背式 揮背式就你只能 頭本內的 那你要退腳的時候就會 光這個退腳就會形成一個 投手犯規了 對 還是就是投手犯規啊 就是剛剛我們球評所提的 主要就是 已經要做那一個動作了 那你退板 解開的話 你說轉本內牽制 沒有這種事情啊 對 因為 投手的投球動作 有我們講的 所謂的揮背式跟固定式 固定式通常就是 雷上有人 你就是要做固定式的時候 你隨時可以 轉身做牽制 那現在你看 這個軸心腳就是他的這一個 左腳固定住 那 自由腳往後退了 這個就是所謂的揮背式的投球方式 當你做揮背式的投球方式 這是不得牽制 雷上炮臉可以直接啟動的 統一的時候 掉的分數比較多 安打出現了 這一次安打呢先回來一分 走了 真的第一顆球就到了 啊 safe了 因為捕手第一時間還沒有傳出去 他好像盾了一下才拿好球 對 所以就是說 你有沒有掉球的想法 所以就把球pitch out 來做一個比較好的一個 這個 傳球視野喔 哇 那現在今天兩道啊 又是 累積到了7次的道雷 你看這個 傳準都不一定抓得到 因為第一時間他就沒有辦法拿好球